中央和特区政府一连串针对占中的舆论攻势 以及一国两制白皮书出炉 引起香港人强烈的反弹 事前不被看好的占中民间公投 有超过74万名市民参与 连占中发起人都感到意外 国务院港澳办直指民间公投是非法的 内地官方喉舌《环球时报》更加说 无论香港投票的人有多少 都不及中国13亿人民那么多 这些言论只会激发民情更加洶涌 连特首梁振英都要立刻划清界线 而内地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姚国平就认为 香港和中央政府都要重视民众的意见 明天法律界发起回归以来第三次黑衣大游行 下星期二就轮到七一 香港人今次的表态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会不会改变到中央铁板一块的态度呢 由占中运动发起的全民公投 一星期以来有七十几万市民 透过网上或者亲身到票站投票 远超原先的预计 我觉着作为一个香港市民应该尽这份责任 我们市民是有我们自己的权利去选择 今次占中公投本来因为泛民不团结 事前不被看好 但在国务院公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白皮书 和电子投票平台持续受到黑客攻击之后 令民意大幅逆转 在大学读会计的Colly一向小关心政治 但今次都希望透过手上的一票 表达对白皮书的不满 我们小学学的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那些 觉得有一个落差在那里 我觉得作为一个香港人 读我们现在不出声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出声 香港市民等到这么久是不耐烦了 也不肯接受一个不是真的普选的方案 由中央阴点的快捋 然后被我们香港人选出来 成为我们的特首 最近中央举措 有多少受到占中民动 和公民提名的提出所影响 借这个机会 成绩宣传中央对香港的主权和治权 并且说明中央政府 会充分利用好手上权力 去对付一切 挑战中央权威 和违反基本法一国两制的事情 中央首次透过白皮书 宣示对香港拥有全面的管治权 官方喉舌人民日报 更加发表评论文章 强调基本法不能够取代宪法 香港有人将基本法称为宪法 就等同视香港为独立 或者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这些文章和白皮书 将84年的联合声明 就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港人自港高度自治 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变 是重新写一次 如果法官跟着他的良心判案 跟着基本法判案 当基本法是宪法的话 岂不是当他们是搞港独 香港虽然有七十几万人 参与占中公投 但港澳办和中联办批评 是政治闹剧 属非法和无效 另一份官方喉舌《环球时报》 甚至赢余公投人数再多 都不及中国十三亿人民多 眼见北京媒体对公投的言论 越来越激烈 特首梁振英急忙为事件降温 我不同意《环球时报》这个说法 将香港市民和全国人民对立起来 用香港的语言来说 就是没有法律基础 并不是说做这件事 是会有些什么刑事责任 不过梁振英同时强调 香港实行普选 不存在国际标准 在基本法里面 是没有国际标准这四个字 有些地方 我们是比国际标准更加宽松 我就希望梁振英 政府也好 北京也好 就是不要出来讲一些说话 一方面就被人觉得他很无知 其实他最重要是谦虚一点 看看为什么这么多市民要参与 他要发声 政府如何回应 如何尊重民间的诉求 温和泛民本来因为占中公投方案 只是包含公民提名选择 一直冷待今次投票 但是中央近日的高压言论 反而激起泛民各个党派 暂时放低矛盾 积极动员市民投票 这个不是说温和派激进派方案的问题 我想香港人很明白 什么是主要的矛盾 最主要的矛盾就是我们绝不接受 民间联系这样的方案 不过 怎样解读今次投票的结果 直接影响温和泛民对政改的取态 民间公投还有三天才结束 无论投票结果是怎样 已经为香港写下一页重要的历史 我今天的嘉宾是前大律师公会主席 陈建森 欢迎你来一次论事 多谢 你们明天发起法律界的大游行 因为你们不同意伸出这本白皮书 中间所说尤其司法人员是治港者 你猜有多少人参加呢 我自己估计都应该有不少个四百人 香港的司法界那些法官呢 他的誓词那里呢 那个誓词里面是没有讲过 爱国或者爱港这个字眼的 就是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范院法官 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就没有提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没有说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就没有说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政府就没有讲这件事的 这个第五章里面就提到 爱国是对治港者主体的基本政治要求 这个基本政治要求要爱国 那怎样要爱国呢 是不是要偏帮政府呢 是不是政府所有要政府执行的政策呢 都要法官配合呢 那这方面呢 被人看上来呢 对于司法的独立呢 是有一个相当负面的影响来的 大陆那些司法人员或者法律系的人 就认为用大陆法来解释 但是香港的律师就会用普通法来解释 为什么你认为基本法是香港实施的话 是普通法的方法来传说呢 一般来说呢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都好呢 事实上呢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字眼写得清清楚楚的 香港司法是要独立的呢 这件事是不用的 用任何的体制来解释呢 是香港司法是非独立的 是要实行呢 要配合某些的制度或者某些的政策的 我相信呢 无论你是用大陆法也好 用普通法的普通法也好 甚至乎我也不知道你用什么法都好 如果你解释立刻变成白白电石刻的时候呢 你是永远不得到别人的信服的 有一位叫齐鹏飞 在上面这一次两天前呢 就是和港澳小组的研讨会 就是北京的 这位称华委员讲了 其实讲清楚一点呢 就是一国两制 爱国爱港 港人自港 中央授权公道自治 应该二十个字 不是邓小平所讲的 十二个字 那这个就是香港人常用的字眼 就叫做潜见 这本的白皮书那里呢 其中他有一句是这样讲的 他就说 行政长官在行使职权时 需执行中央人民政府 就香港基本法有关事项 发出的指令 那就是说 在特首执行基本法的时候呢 他是要听中央人民政府 发出的指令 那这件事 和人大常委解释是两回事来的 那就是在这方面呢 也是令人担心的地方来的 律师会 新闻出来讲呢 就是说他同意 这个《一国两制》 就是这本白皮书 那他亦都他讲的 就是共产党伟大 林新强所讲的 都动摇了香港人 对司法系统的信心的 我觉得起码呢 就听到是极端是不舒服 令人是觉得 是有很大的关注性 当然呢 你说一个人讲一句话 会不会真的动摇了 整个世界 对香港的法治的信心 我相信林新强先生 都没有这个份量 但是呢 我们是不应该 是令香港司法独立 是被蚕食的 Erault 多谢你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成立了六十几年的工联会 前年插与立法会地区直选 拿到回归以来最好的成绩 他们表明走基层路线 但是在一些民生议题上面 很多时候又立场飘忽 被批评为政府保价护行 工联会有三十几万会员 在议会有六个议席 实力不容忽视 但是他们声言不会阻挡 会以外国爱港的劳工团体 做定位 争取劳工权益 主打劳工议题的工员会 被思维传统左派 亲不经形象鲜明 和民建联关系密切 工会到今天来说 能够压入社会树有六十几年 如果它违背了香港的利益 它这个组织都要逐步收缩 就不像现在逐步发展 近年工联会瑞尔格森 全面参政 在2012年立法会选举 稳握陆席 在议会的实力大增 工联会标榜为劳工和基层打拼 前年10月 政府就长者生活津贴 向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提交方案 并要求议员在4日后财委会上表决 工联会和泛民联手在财委会通过 终止代逐议案 杀政府一个措手不及 工联会一直要求政府撤销资产审查 没有表明投票取态 而政府积极展开游说 但是立场如一 表决结果是24票赞成 当财委会再度审议撥款前的一刻 工联会全体缺席投票 撥款申请最终在其他建制派支持下通过 这对老人家一个很大的疲益 由1000元多些生甲到2200元 我为什么不做呢 不等于我们不可以 讲一个最好的原则摆出来 但是这个人当中 如果政府逐步退回资 让一些布给我们 那收不收火先 早前高铁工程被揭发延误 工联会在事件初期 曾经表示不排除支持用特权法调查 我们以及市民都觉得港帖是继续有隐瞒的话 我们不排除会稍后 是考虑用P&P 权力及特权法 是要求开一个调查委员会 我作为局长 是有在这个事情里面 有具体责任的 我会立即辞职 但当政府表示 成立独立专家小组调查之后 工联会随即转为支持政府 投票反对用特权法调查 我们既要给到市民 真实想着什么 告诉政府 但是也都要和政府一起 去解决一些问题 整个过程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的压力都给得很足 所以说是对整件事来说 我们认为都是尽力 在政改立场上 他们要求2017特首参选人 必须声明拥护中国宪法 比民建联的政改方案更加保守 回归前 工联会专注劳工事务 较少触及政治敏感议题 由于会员众多 一直是民建联参选的票仓 回归之后 工联会积极参选 荣誉会长 但我的批评认就放弃了 原来劳工阶层最基本的争取 立法会其中两个劳工界功能组别已值 一直是工联会培育政治人才的阶梯 不过他们要寻求连任的话 就要转战地区直选 今届任期还有两年先元 邓家彪已经在新界东开展地区工作 增加同居民接触的机会 工联会目前只有讲到 九龙东和新界西三个直选二席 未来除了巩固现有地区实力之外 也有望增加多一至两席 但陈远行强调 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发展为政党 我们一定要守住这条线 因为我们真的不是想做什么执政党 我也不想做立法会最大的党 不过我们就想将基层的劳工声音 透过各种渠道 透过议会议席逼政府 要逐步思考我们想的事情 这个我想我们有几大的战亦 都说明了我们是对的走法 我相信他们希望在97之后多一点影响力 就是他们现在慢慢都做到了 就是说他在特首选举里面有相当的票数 可以例如和梁振英 讨价还价搞不搞这个标准公示 我相信他会用这种形式去发挥他的影响力 毕竟现在政府民望低迷 共联会作为政府的忠实盟友 要进一步扩阔政治版图 会造成一定的阻力 咦?为什么立法会范围内示威区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哦!原来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 为了防止通击事件再次发生 上星期五将示威区搬去天美道行人路 又禁止议员助理 在当日自由出入大楼 除议员、秘书处征联 及其他获胜 所有人士一概不准进入 预先假定议员助理会搞事 不让他们进入立法会 等同未审审判 咦?公联会的陈婉嫻和郭伟强 在开财委会期间 都忍不住要走下去了解民情 要想办法 去到这一步 原来我觉得 几乎方法一起坐 已经可以了 你们有半点良心吗? 范姐说 当年政府兴建高铁要清拆菜园村 一样引来大批民众包围立法会 但处理手法就好很多 昨晚陈茂波局长 终于直接和村民对话 不过 局长强调不牵不拆 不能谈 村民听到之后 索性拉队离场 我经常听说要我们牺牲 这件事我最不喜欢听到 因为如果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局 是能够安排得好的话 没有一个人需要牺牲 我们以为有什么好消息 告诉村民听 原来又是这样 村民走完一批 又一批 国会未完 只剩下二十多人留在 有没有转机呢? 我今天和见面的村民团体承诺 我和我的同事 必定会全力以赴 積極考虑他们的诉求 局长是真正好说 财委会主席吴亮星的执法 多次引起泛民议员不满 搞到要联署对他提不信任动议 同时今天再次要求政府押后撥款申请 其实财委会已经六度 审议东北发展前期撥款 都没有结果 令其他不少民生撥款申请大塞车 不知何时才谈到 当他们觉得其他东西很急逼 我亦都欢迎他们把那些调来先行的 去处理了 我就会建议那些有期限的项目 或者可以先行处理 因为我相信譬如玛丽医院 如果是合情合理的话 处理玛丽医院 这么说 十至十五分钟就可以处理得到 不过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 其他医院会不会有借这个机会 譬如玛丽医院的项目都可能要问几个钟头 我就不敢包了 要打破僵局 政府真的要认真想下 是否押后东北发展的撥款申请 让其他更赶急的撥款议案提前 以免央及辞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放平台提供资金 鼓励独立电视制作 2014.15港台电视节目外判计划 照目触动人心的林戒典戏劇 中国故事记录片单元 海底及不限主题记录片系列 无限创意的动画节目计划 请登以下网页打握参加详情